那我们先来看109页的部分 OK before我们进去 这个 那四个形 我们今天先讲109页的这个部分 然后呢 我会讲讲学习的原则 你们把3456看完了吗 找到自己是什么形了没有 还不能够 有没有人已经大概知道抓到这笔是什么 是具体抽象还是具体 具体有序还是具体随意 抽象随意还是抽象有序 没有关系 需要时间了 我去想 第10章的内容109页的讲到的一个东西就是叫做 Multiple Intelligence 多元智能 多元智能 如果你有看电视 当然你看Extro的话是看不到啦 如果你是看TV12那些的话呢 反而像建议有一个奶粉的广告呢 也是讲到这一个 也是以这个为号召力 卖给Multiple Intelligence 多元智能 那么很多的书呢 很多的书如果你想买这方面的书呢 我一本是中国出的 也是外国人写过也是由中国出的 也是20多块而已 也是20多块而已 如果你有这样的经济能力 你家里有孩子的话呢 那我也是 蛮鼓励你可以投资这样的书 OK 特别如果你又是做儿童投资的话呢 是很值得投资这样的书的 那么多元智能 叫做你的孩子有多聪明那本书 我也买了他才20多块嘛值得值得 OK好 你看了很多的书呢 就像这一本也是呢 就讲到呢 智能有七种 109页的最下面那句 最后那一行 109页的最后那一行 到目前为止 加德纳已经能够区分出七种智力 这本书叫做智力 不过在外面呢 一般上的用词是智能 OK 英文就是intelligence 那么如果你到网上 你到中文的 你到中文的到手狗啊 到那个信浪啊 这类中文的search engine 你打多元智能 这几个字 Multiple intelligence 你大概能够找到的资料 也是上书里面所讲的七种 不过你要留意呢 现在讲多元智能了 已经讲到九种了 已经讲到九种多元智能了 你要去英文的网上看 你就打进去multiple intelligence multiple intelligence 你要你就会看到 不过还是大部分网站停在七种或者八种 实际上有九种 OK 你在网上也可以找到很多资料 然后你到书局去呢 你也找到这一方面的资料 OK 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 如果真的大家有兴趣呢 经济人议许可呢 那我就会鼓励 你买刚才我介绍的那本 你的孩子有多聪明的 就是讲到这个 所以 其实我们的孩子不是不聪明的 每个孩子都聪明的 只是每个孩子的 intelligence不一样 智能不一样 他智能不一样 他发挥出来的那个表现学习就不一样 包括我们也是 OK 好 那有些什么智能呢 我们看 111个是语言的智能 linguistic 这是linguistic的intelligence OK 语言的智能 第二段 看到吗 看到那个比较黑的字吗 不好意思啊 因为我那本书写了 我这本书写了给一个家长 我来不及跟他打回来 语言的智能 语言的智能呢 与言词能力有关 OK 语言智能很高的人 往往擅长 往往擅长于写作 阅读 与言讲和辩论 来 这一种的研究也会告诉你 你适合担任什么行为 来 九星星和当然也也是会告诉你 所以语言的能力高的人 这种人学语言很快 你有没有看过谁学语文特别快 OK 你现在学语文特别好 他一个人可以讲很多种语文 这都讲得很精准 OK 你按照他这里所讲的 很会写作 很会演讲 很会辩论的人 这些人通常都是语言智力很强的人 他们的表达能力很强 他们对语文的掌握很好 第二个智能是什么呢 是逻辑数学智能 logical and math 逻辑数学智能 这种人呢 在你个人在数字 模型和逻辑推理等方面 很有能力 OK 逻辑思考 模型 数学 这种人通常在科学方面 会比较特殊 科学的科目 他会比较特殊 或者需要用逻辑思考 他比较特殊 OK 几乎所有的亚洲的教学 教育制度 都是适合这两种人的 对不对 你在马来西亚 你到马来文都pass 你就等于完蛋了 对不对 然后你去到任何一个学校 你都是需要语文的嘛 所以马来西亚的教育制度 比较适合投这两种 我们很注重 我们注重的科目都是逻辑数字的对不对 如果你是アスリーム的 你就要读 本家康案 你就要读这些嘛 对不对 Homers Account Economy 都是用到什么 数学 数字 逻辑 如果你在Sign Stream的 你就要读 Biochemistry Physics 这些也是要用到什么 数字 逻辑 余文 所以我们的教育制度 坦白说只适合 真的只适合投两种人 所以如果这两种 如果你的孩子 刚好这两个智能都不强的话 其实不代表他不聪明 因为还有其他智能 他只是在这两项事情不强而已 所以变成他在学校的里面 可能他就读不到好班 但是现在很多父母 我们转不过来 因为整个社会的压力 就是你的孩子 一定要在名校 在好班才是聪明 其实这给我们父母 很大的打击 很大的压力 不是这样子 上帝创造我们 不是每个人的语文天分都很高 OK 也不是每个人的空间 也不是每个人的数理 这个逻辑数学都很高 比如像我们一些同学 学习闹 真的是从开学的第一天 Fill到 一直不及格 不及格 再到学期的结束 但是没有办法 升学一定要规定 学基本思考的 就只有二谱 二谱 补考再补考 补考再补考 但是一些同学轻松过关 每天就是在看在玩 然后就 思考我们就考得很高分数 是 是 笨跟聪明的问题吗 不是 说穿的是智能的问题 当然 情人捕捉 如果他勤劳的话 当然还是可以恶补回来 不过 相比之下 有这样智能的人呢 就学习得很快 学习得很容易了 OK 好 第三个 空间的智能 OK 空间 Special 空间的智能 空间智力呢 赋予你在头脑中想象出生动图形的能力 并能对某一特定的形象或场景进行重造或重构 你没有看过 你没有看过一些的人一进到一个进到你的家或者一进到你的房间或者一进到照文就跟你讲其实这个东西可以这样摆耶 那个东西可以放过来 最好看得多了 最好看得多了 不哭 刚好如果遇到他是外向的个性 他是喜欢讲话的 他会给你意见的 哎这个是这样啊 这个可以放那边 其实这样放有点窄耶 OK 但是你左看右看你都看不出来 会不会 不会 有两个可能一个是你习惯的 旁观者轻 但是通常这种旁观者说明他有一个空间的智能 他对一个空间的那个衡量是很快 OK 有时候我们去看房子啊 有没有租地方啊 我们常常会问什么 那个地方多大 你会发现有些人很快就可以告诉你那个地方多大 大概可以坐多少人 他很快的 他不一定有专业的训练 他一进入这个房间 他就知道 这个房间大概是多少扯 人多少扯 大家可以看电话板啊 不过他也未必要看电话板 大概知道是多大 这里如果 如果不要用这样的桌子 就是用讲道士的 一个人站在前面这样 大概这里可以坐多少 你估计得到吗 如果我问你 我问你马上打 这间房间可以坐多少 不要排桌子 聚会式 这间房间可以坐多少 二十 二十 打到这样快 你排过啊 三十 大概 看电话板 大概 三十 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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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下飞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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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地上 坐地上 三车全部比较多人 三十五 三十 已经很几了 这些是 陶古的 不错 不是 不是 这个是 才的罢了 所以 有些人可以 坦白说 如果你问我的话 这真的不是我的讲一讲 我 我 我估计不到 我大概 空间 不是我的讲一讲 所以 二、三十人 我给不到你一个比较明确的 模糊、模糊这一件 而且这些模糊、模糊 也不是因为观察 是因为经验 半聚会多了 半空间多了 一些经验而已 但是有空间自立的人 他们是自然有这样的能力 这些孩子你会看见的 这些孩子通常都会摆设自己的房间 这些孩子通常会给你意见的 床部要摆这边 它对于空间很容易有这个理解 它这里给了你一个活动 从这些正方形可以折叠成一个空顶的盒子 图中哪个字母所在的正方形 是盒子的底部 所以他还是第一个看出来的 所以下面有一句话安慰你 就算你不能直接看出这些位置关系 你千万不要因此自认为自己是聪明 哎呦我不是在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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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有没有 你有没有这个空间的智能 比如说他上面也提了一些地震 你可以回去看 不过让你知道有这样的 好 接下来一个音乐的智能 113页 像音乐 具有音乐天赋的人 对节奏和旋律表现出天生的感受力 在孩子的身上特别明显 OK 那些这些孩子 通常是怎样的孩子呢 只要有音乐 他就动了 他就跳舞了 别的孩子都还在玩啊 不管那些音乐啊 有些孩子都在 都在吵啊 他很敏锐的这种孩子 似乎对音乐特别敏锐 一点点音乐他都听得到 然后一听到音乐他就聊了 他就很陶醉在里面 哎呦 然后这种孩子呢 来到教会通常 一样摸的就懂了 骨骨骨骨骨骨 然后进来不玩别的 他们就直直走去台乐 所以就 OK 在孩子的身上 这真的是特别容易看出 因为我们大人呢 因为在这整个成长的过程 很多东西都已经活掉了 你知道吗 我们卑鄙接受12年的 政府的教育 然后出来还要读什么 如果有机会的话 还要读什么 学院啊 又跑去神学院啊 然后如果不读书的话 在生活里面 种种的压力啊 种种的事情啊 都把我们给磨掉了 OK 不过呢 这种智力呢 不会离开我们的 就是女神俱来 OK 所以你发现有些人也是 然后我们 比如说我们一起去到某一个地方 有音乐的话 一个有音乐智能的成人 他不会舞动身体 他不会像孩子这样 但是你会发现他会做一些东西 他可能会跟着用脚打开折 他可能会开始 他会开始用手开始 他 他多少还是会流露一种他对音乐的敏锐 只要 而且只要有乐器在 只要有 他会 他会忍不住 他看他可以忍多久而已 他终会忍不住去碰乐器 去做一句听歌的 他自己都能处 OK 所以 这种人 他可能读书不很聪明 他可能真的考试五六十分 但是如果你给他学钢琴 你给他学音乐的话 他可以在音乐方面 有很很很很好的这个表现 OK 那其实你也可以善用音乐来帮助他读书 什么时候用音乐帮助来读书 把他需要背的东西片成一首歌 让他背 比如说这样子 或者让他在读书的时候 因为听音乐 就看他的其他的风格 来 这是音乐的智能 可以吸不吸气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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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怎样来使你自己成长 就好比我 第一天第二天跟你们讲的 我们最近接触的那个家庭 他的孩子来 他的孩子有困难 我们在谈话当中 我们怎样建立那个沟通点 就是透过这些知识 我就分析给他听 他的孩子的学习风格是什么 我就问他问题 他会早上比较喜欢还是怎么样 那么就帮助他去建立他的孩子 以至他的孩子能够被塑造起来 以至一个生命能够被塑造起来 所以我帮助我的童童也是这样 我在那边谈谈 因为我是做培训的 我是培训主任 所以我要很关心童童的成长 所以我去跟他们谈谈 我是因为这个可以帮助他们 你其实也没有考虑过你 他可能没有发觉 有时候也不是没有发觉 就是因为长期在那种环境的里面 所以在提醒他 其实你有没有考虑过你 你没有发现 你做事情的时候 你一定要喝饮料吃东西 好像有 那你就继续这样 就帮助他 去达到他服事里面最好的效 我们就可以去帮助人 然后就帮助一些孩子 看见他的 intelligence 比如说像师母 师母就是其中一个 其中一个学希腊文 从开学的第一天 补考到学期的结束的那一天 开始的时候他很沮丧 他觉得自己 哇怎么这么糟糕 真的很糟糕 觉得自己很差 但是当他明白了多元智能之后 他就得释放 他就明白了 他也回想其他的情况的时候 他知道他自己的智力不在语言 他的智力不在语言 但是他还有其他的智力嘛 对不对 所以 上帝就把不同的人摆在一起 然后我们才能够形成一个团队 来 我告诉你即使是语言的智力 即使我们这里坐着的八个人 都有语言的智力 七个人都有语言的智力 不见得我们都掌握同样的语言 你明白在讲什么吗 我们可能都有很有语言的能力 但是可能我们学的语文都不能 可能我是学西班牙语 西班牙语 西班牙语 拉丁语 德语 梁牧师是学日文韩文 艾琳学印度文 从北印度到南印度 什么他都会 难不倒他 我们的传道可能就学这个 什么文 非洲文 从北非到南非他都可以讲得通 OK 比如说这样子 就算大家都有音乐的智力 也不代表我们都玩同样的乐器 好 OK 明白吗 所以可以帮助自己 也可以帮助别人 来 掌握自己的那个 这样有回答到你的问题 OK 好 接下来是一个 114页是一个身体运动的智力 OK 身体运动的智力 这种呢 一个人呢 身体运动或体力活动中的能力的高低 OK 据这种智力的人 包括那些动武能力很强的人 例如外科医生和机械师 那些善于把艺术带进人们生活的人 例如演员和艺术家 以及那些努力想把体力活动 与脑力策略结合起来的人 那换一句话说 这种人呢 他 他不一定是 那 这种人通常都是运动健将 但是有这种 有这种智力的人 也不完全发挥在运动的方面 是指他的手 手跟眼的配合很好 能够做什么 技术性的东西 手跟眼的配合很好 能够做技术性的东西 一个很会写 很会讲的人 不一定做得到技术性的东西 明白吧 所以他说 你看他是外科医生 机械师 他需要用到很多动作的 OK 他是一个动手的人 到一五 交际智力 他是 这个我们是很 很会什么呢 有理解他人 欣赏他人 以及与他人友好相处的天父 与生俱来的 生来就是很会跟人家交往 所以一个人的身上 我们不一定只有 我们不是只有一个智力的 我们可以同时拥有好几种智力 不过如果你刚刚好就是没有 语言跟数学逻辑的话 然后你在这个 你在这个教育制度的里面 你就是真的很惨 那如果你的身体运动好的话 还好 因为现在有 什么羽球学校 什么运动学校之类的 OK 具体的内容你回去看 好 116月就是自审的能力 那么自审的能力呢 他经常只在独处时才表现出来 所以在别人看来就不总是那么显而易见 这种能力是与生俱来的 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自己 知道自己是谁 而自己所处的位置 以及判断自己 与周围的整个世界是否协调等等 天生具有很强的自身能力的人 这种孩子通常就是小小的时候就会问 我为什么会被生出来 有没有 有没有听过一些人 小小他就会问这些问题 我活着到底是为什么 为什么我要活着 可能小学他开始对科学有兴趣的时候 他就会问 我感觉就暖化跟我有什么 有什么关系 有没有看过一些孩子 小小就会发过这些问题 通常这种人应该是自审能力都很小 OK 你只能打我尸体 所以他会问自己 来 跟周围 来 好 这里只有七个 第八个 自然的智力 这种人 这种人对自然界特别喜好 OK 特别 喜欢亲近自然界 很喜欢自然界 很喜欢到自然界去 啊 在自然界的里面 他特别觉得呢 自己是 很投入的 OK 所以我们从事环保很好 因为他就很喜欢用 OK 第九个呢 比较少人谈 跟自审 我自己觉得跟那个自审的智力呢 有一点点像 像很像啊 叫做存在 assistance 对这方面的描述不多 但是大概讲什么呢 就是这种人啊 对 一样东西存在的意义 他特别 特别回去思考这方面的东西 这本书没有 你绕到网上去看 才有 assistance 他有一些的书 OK 九种智力 好 你可以去 你可以回想一下 你自己有什么智力 好 第八是自然智力 然后第九是存在智力 存在 很 其实外面很多书都叫智能 很多书都叫智能 很多书都叫智能 你加了解释 然后你多一看 不过如果你到网上去看 你大概看到七个 零多八个 可以炸文汉这个 你都到这里 好的 OK 那么听说 我好像看到网上有文章 好像有人研究很快有历史 看出来 我不晓得 这种东西你要常常update 这种教育的理论 你要常常update 你要上去看 OK 所以你可以到网上去看 还有就是一线的书 好 好 好 对于智能有什么问题 你有什么 一方面你有什么问题 一方面你可以想想你自己有什么智能 有什么智能 原则 不论你是什么样的学习风格 不论你是什么智能 不论你是什么行都好呢 接下来我们简单分享的这几个原则 都是在学习的过程里面 我们需要有的 我们需要有的 第一个原则 如果我们的学习要好的话 我们一定要能够专心 一定要能够专心 OK 你当你越能够专心学一样东西的时候呢 你就能够把它学好 什么事情能够让我们专心呢 什么情况底下我们能够专心呢 当然我们学过了 在这个理论的里面的 环境可以帮助我们专心 OK 环境可以帮助我们专心 第二个呢 什么东西能够使到我们专心去学习呢 就是当那个东西跟我们的生死存亡有关系的时候 当那个东西跟我们的 对我们的生死存亡会起着决定性的影响的时候 我们就会很专心去学 举个例子 今天如果我教你学习怎么样防整 我们不太想要学习 我们不太想要学习 地整的时候应该躲去哪里 应该躲去哪里 应该躲去哪里 平地 桌子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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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马来西亚没有地整 没有地整 OK 所以你 你教我们学怎么防整 就算我们去听课也不会听得很专心 也不会学得很认真 因为跟我的生死存亡没有什么关系 你教基隆坡的人学怎么样防海啸 No such thing 我也想这样的讲座赚不到钱 那么多人来 因为我们都不靠海嘛 怎么防海啸呢 但是如果你在槟城办这样的讲座呢 办这样的教育呢 可能就会有人来听的 毕竟2004年那一次的教训是惨痛的 但是我告诉你 你住在城市的并成人还是不太觉得需要听的 2004年的那次海啸 26号海啸 28、9号 我们去格尼专看的时候也是已经坐满了 没有人怕 马来西亚的公民意识不强 OK 跟我们生死有关的 生死存亡 生死存亡不一定真的只是指生和死的问题 包括生存的问题 就是说如果今天学了这样的事情 是对我帮助我找次的 帮助我能够活下去的 OK 我知道这种东西很关键 那我就会怎么办 我就会专心去学 OK 这是导致我们专心的一个理由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的情绪 也会使到我们专心 如果我们喜欢这种东西 如果我们在学习的过程里面有快乐 我们就能专心去学 OK 情绪也是我们的影响 最后才是那个知识 最后才是知识 第一优先的 其实还是我们跟我们生死存亡有关 今天你还有工作 今天你还有事业 你今天生活还很舒适 你不太会想到要去学新的 手艺新的东西 有没有 但是如果今天你事业了 你几个月没有工作了 你就会开始什么 你就如果有个机会让你学一门手艺的话 你就会很认真 不管你对那门手艺有没有兴趣 但是因为在那一刻 关系到你 其实有没有继续有番次 能不能继续两家 你就会很在意 很专心去把那个东西学好 当然如果你遇到又好又有兴趣的话 那就当然是最好的 OK 所以专心是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第二个学习的原则就是 你要给你的大脑有机会去消化你所学的东西 不要以为我们学得多 学得快 就是学得很多东西 其实我们的大脑跟我们的胃差不多 都需要消化 你可以听很多 听听听听听 但是不代表你一定明白 明白 你明白 不代表你能够把它融会贯通 OK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我们不要说别的就是说我们这堂课 你用四天的时间你听了很多知识 你听了很多知识 关于学习风格的知识 OK 这个过程有些人长有些人短 不过呢 目前为止呢 这一堆东西来对你来讲呢 只是资料 OK 你还没来得及消化 它只是一堆的资料 给了你一本书 教你看 教你做文件 你听了一大堆的资料 OK 接下来你需要做的就是给你的大脑 有机会的去什么呢 去明白消化这些资料 去了解 去了解 OK 所以你需要让你的大脑 有时间去把这些资料 真的变成一个有实体的知识 是你真的懂的那个东西 怎么知道你真的明白了呢 就是通常通常就是你能够用自己的 自己的画把它重塑 OK 你能够用自己的话 就是今天我教你这些东西 你可以用你自己的话 再把它讲出来去教别人 你大概就真的明白了 OK 但是你明白之后 你可能还要进一步呢 把它轮回贯通 轮 轮向 那个重到底在哪里 左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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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边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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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把它融会贯通 对 什么叫融会贯通 你真的把它变成你的东西了 你可以开始 你可以开始把这个知识呢 跟你的生活连起来了 可以跟你的学习连起来了 可以跟你的侍奉连起来了 可以跟你其他的知识 其他的知识连起来了 那你就真的是学会了 这个过程的当中 OK 有些人用的时间长 有些人用的时间短 那是一定需要时间 所以你这四天完了之后 你只是收集了一堆 一大堆的资料 OK 所以你还要花时间去了解这些资料 OK 然后你要再把这些资料 变成你的一部分 把它融会贯通 这才要完成整个学习的过程 所以你一下子学很多 一下子学很快 不代表你一定学会 你不知道在讲什么吗 OK 好 所以是第二个原则 你要给你的脑袋 有时间去消化 你要专心 你要开消化 第三个 你要 一个学习的原则是什么呢 你要反复的 反复的 OK 或者那一个reposition 一个重复的 重复是一个最好的 记忆的方式 学习的方式 所以你怎么把这个资料 变成这边呢 这过程的当中 你就是反复的温习 重复的温习 我已经不知道第几次教这个课了 但是每一次教这个课 我就明白 对不对 我就明白多一点 我就了解多一点 OK 我就连结多一点 需要重复 像读经 我就常常挑战这种语言语 速读 速读的作用在哪里呢 就是经过重复的读以后 它加征你的记忆 你不用刻意去背 你不用刻意去背 有时候你刻意去背的东西 是不是很容易忘记 你之所以刻意去背 是因为你要应付一个环境 背金句比赛 但是在重复的过程当中 第一你不是特意的 第二你真的是让这个过程 take place的时候 产生的时候呢 它慢慢经过重复又重复 就形成一个记忆在里面 而且经过你这样重复的思考 又思考 重复的阅读又阅读的话呢 也能够达到什么呢 明白跟融会关系 我记得我的一个老师 他跟我们讲 查一段圣经 那是我们上了耶利米书 他就告诉我们 他说每一章圣经 每一段圣经你读了 你要进行查考之前 他鼓励我们要把那段圣经读十次 重复的读十次 读了十次过后 才来做那个查考 为什么呢 因为为什么要这样十次呢 当然不是律法主义 不过为什么要十次呢 就是经过你不断重复的时候 你真的会发现 因为你这样子重复 第一你对那个经文的印象就很深 第二 你会发现其实你每一次读 你都会留意到不同的东西 不相信的话 你今天回去 你找一段经文 OK 你要找一段你已经很熟悉的经文 都没有关系 你只能一口气把它重复读十次 你看感觉怎么样 你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亮光 单单这样重复读已经给你一些亮光 OK 所以主主伴助我们 那么 专心 给时间消化 要有时间重复 OK 这是三个 在学习的过程里 无论你是什么什么行 什么法 什么什么的 这些都是必要的 如果你要有效的学习 OK 一定要让自己专心 然后要给自己有足够的时间去消化 然后呢 进行反复的练习 反复的温习 反复的思考 请帮助我们 OK 好 我们这些时间已经过了 我们明天 我们上最后一堂 我们会把四个 四个模式 四个形 简单的讲一下 看一下 OK 看看我们明天能不能决定自己是 什么形的学习者 OK